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和各位讲《交友之道》 过去听人说在家靠父母,车外靠朋友 可见的朋友很重要 其实现在不单是车外靠朋友 在家也是要靠朋友 像现在有很多的人做生意 他靠一次电话 有很多的人也在家里面做事情 他靠一个存证 你电话也好,存证也好 你们有朋友电话打给谁,存证给谁 所以人不能少聊朋友 那么朋友,我们也有《交友之道》 有四点 第一点,以四交友,四倾之君 就是我有势力,我有地位 这样来交朋友 等到我没有势力,等到我没有地位 那朋友就不来往了 所以朋友不可以用地位、势力来交 第二,以利交友,利穷之善 我有钱 用紧钱交了多少九六朋友 没有钱了,那朋友就接战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意思 没有交到整朋友 第三,我们以德交友,患难于共 那交朋友什么 要以道德 要以义气 要以慈悲 你这样子去交朋友 朋友最要紧的就是同感共苦 朋友最要紧的就是患难于共 这个才是真心的朋友了 第四点 第四点 要以诚交友 干担相招 朋友和朋友相处 大家彼此要讲究知性 讲究谈诚 讲究所谓干担相招 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生交到几个知性的朋友 所以朋友 人只想知贵 想知性 能够交到知性的朋友 不再多 所以身无至极 人生这就是很美好 很有意义的 所以讲到交友之道 有四点 第一 一四交友 四穷之绝 第二 一利交友 一穷之善 第三 一对交友 患难于共 第四 一成交友 干担相招